今天上来的我们有蔡明成 也就是我们的红业工程有限公司的 那你这本身是怎么开始做这个行业 我是从一个邪徒开始的 然后就自己开属于自己的公司 你们做的这个机械是生产什么东西的 这个是手套生产机器 就是你们的机械是专门给公司做生产手套的 那除了手套你们还有做 其他金属的东西都会有做 疫情期间以前你们公司更忙了 更忙没有影响对我们公司的发展 我知道说你在过去疫情期间 做了更多的慈善 对 疫情这个时候就看到 真的是很多要需要帮忙的人 真的是很多 比如说是工作也少啊 家庭也辛苦啊 反而会感受到很多人真的很需要去帮忙 你那个时候我知道说你也是有帮一些学校 怎么帮捐钱吗还是 都是建款 建学校吗 建款为主啦 因为我知道说你自己本身除了捐款 你还会去监督学校的工程是吧 帮忙去看看有什么分享一下 是希望可以带领到更多的人参与这个慈善 所以你最希望透过你的企业怎么样影响其他人 我企业是影响尽报商啊 同行啊 还有我的员工啊 就是影响下一代啦 所以你是透过自己以身作则啦 就是希望别人也可以一起参与 对对对对 这样你目前的公司啦 你是以什么形式去带领你下面的企业 我是希望这个技术是可以流传到他们继续发扬光大啦 做到更好 更便宜 对厂家有一个保证啦 你遇到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没有人要做 不是没有人去做啦 就是工程接不下来啦 它会高下 就有时候有 有时候没有 你希望说接下来的五年十年 你希望看到公司有一个怎么样的发展 五年是能看到我们的公司是比较稳定 创造更多就业的机会 十年来说是对我们企业也是很长一个时间啦 因为我们是不断要快速去成长 创造更好的技术和服务 而且现在我们公司不断向国外发展 所以我们很注重这个技术人员 所以这样子让他看到说他有冲到去国外的一个机会 就是我们发展到国外 员工的机会就比较大 回报力就比较强 好 那这边请Mr.Chai呼一下 叫大家永远地去做慈善 希望企业们 员工们 我的尊报商 一起为这个社会需要的帮助的人 伸出你的游与之手啦 好 今天非常谢谢Mr.Chai 谢谢你上我们今天的这一集的旭吧 我们下一集的续版访问再见 好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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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